送愛心向前行動 遊舞市騎車依序從活動場地出發 將愛心月餅送給在地弱勢家庭及偏鄉獨居長者 這是由基隆郵局發起的公益活動 邀集陽明海運、基隆稿務分公司、台船基隆廠及清安宮等 基隆在地多家企業團體聯手購買700盒 由喜安兒親手製作的月餅 再轉陣給基隆弱勢團體、獨居老人等 需要讓愛深深不息 一方面是支持我們的基金會的運作 那二方面也趁這個機會把這個購置的月餅 來透過我們遊舞市 我們全部遊舞市來送到所需要的這個弱勢團體 包括我們都市的原住民、獨居長者等等 那也讓我們的遊曲的愛心 能夠讓這些弱勢的族群能夠感受得到 對於民間企業的愛心 金融市長劉昌除了執政感謝狀 市長跟加碼能夠50盒喜和月餅共襄勝劇 其實我們社會上這次疫情的期間 我想各行各業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相信在弱勢團體上面 他們一定的影響一定更深喔 所以在這個佳節期間很感謝 我們這些民間的團體跟企業大家發起這個活動 那在月圓人團圓的日子呢 可以讓我們的弱勢家庭 大家特別感受到我們社會上的溫暖 疫情期間我想這個 因為這個很多活動大概都被迫 可能終止或暫停或者低度活動 那我想慈善公益團體也不例外 除了會晤的推動比較受到影響之外 那其中包括他們的會晤所需要的經費 也會受到影響 那對於身上團體來講的話 他們的會晤經費 其中一項當然就是跟中秋月餅的一個販售有關 那也有見於此 所以我們金融市政府社會處也特別的 透過我們自己的一些管道 然後媒合一些民間的慈善資源 然後來發動一些購買 喜漢兒基金會方面表示 今年雖然有疫情衝擊 不過月餅義賣仍順利達標 讓他們非常感謝社會各界的愛心 支持喜漢兒學習致力 今年喜漢兒來說 我們有達成我們預定的目標 那也是很謝謝社會大眾 在這個疫情之下 還是能支持公益團體 那我們跟郵局在他們的中秋月餅的活動 其實我們已經合作了十幾年了 那今年基隆特別舉辦了這個 宋愛公益的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整個基隆地區認識喜漢兒基金會 還有我覺得今天有看到現場 也有很多其他的社福團體 我覺得大家一起對於公益這件事情 共襄盛舉 我也很謝謝基隆在地的一些企業 然後他們一起來做這個捐助 基隆郵局方面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呼籲大家關心協助弱勢民眾 讓社會處處有溫情 記者張祺騰 基隆報道 記者張祺騰 基隆報道 記者張祺騰 基隆目